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LinkedIn也跌到100% 今天JP Morgan的分析师说 整个的internet bubble正在burst的过程当中 还有下跌35%的空间 所以我认为 我甚至大胆的预测一下 Tesla可能也活不过去了 因为这个股价的一个下跌 对于这些上市公司大量的欠债 大量的这个融资是非常的困难 所以整个的 整个的美国股市是默默黑 所以我劝J老师呢 迟早改协归正 做空头 因为JP Morgan老师昨天还是说的蛮准的 股票要到1970 明天看反弹到1970 这句话没错啊 1870 1870 但是今天最高到1865 对吧 69 69 太准了 如果你做S&P Future的话 应该是非常的不错 那明天也任主席要讲话 JP Morgan老师也说 这个stress test的结果呢 将会加上负利率的这个因素过来 所以呢 今天首先呢 来请接老师 今天股市啊 宽幅的震荡 德意志银行呢 德国银行呢 准备回购自己的债券 是multi-billion 大概可能多少个亿啊 几百个亿 意思就是说 我们公司有钱 那股价也从14块6 反弹到15块钱 但是总体 整个股市还是 非常的悲催 刚才这个 威尔老师抓着问我 为什么迪士尼业绩好 股价会下跌啊 我以为哥们也在 也在这个微信上说 哎呀 你不知道迪士尼啊 这个星球大战啊 会有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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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迪士尼很大的公司 无论是中国股东 开了一个迪士尼 还是什么样的情况 星球大战电影还好啊 我觉得现在几个因素啊 第一消费者意愿非常疲软 对啊 随着这个经济衰退的来临 那么很多人消费意愿 原来要出去吃顿饭啊 要去看上电影的啊 这个都会受影响 那么第二 广告业首当其冲 大家看一下 在迪士尼公布业绩之前 Vilcon 这个最大的 这个媒体公司 跌了18% 你迪士尼仗会做账 就是每股盈利 营收都好 但是反正就杀下来 而且我个人认为啊 这个整个的熊师啊 还在半山腰 我觉得也人会负利率 最坏的情况就是 再度推出量化宽松 但是由于 现在的美国的欠债啊 是非常的高 我们不要说中国欠债三倍 美国的欠债也非常高 这个需要 4%的GDP的增长 才能回到这个债 到 杰老师 你有没有想过 美国政府哪天没钱的时候 会是哪一种窘况 而且 整个的这个 我们要学一个大宏观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今天呢 先 首先让杰老师来发挥一下 又发挥 发挥一下 今天 就是说 唱一下 唱一下未来 明天 对对对 继续评述一下 评述一下 杰老师已经有点绝望 今天这个股市啊 就像悠悠求悠一样 悠悠悠悠 对 来回100点政府 一找盘呢 就低开 然后哗啦哗啦哗啦 就往上 上走 把我吓坏了 然后又又跌下来 又反弹 又跌下来 就是这样的情况 嗯 喜拉的节奏 好好 那么我今天呢 我来跟大家呢 来评述一下 我对今天市场的一个看法吧 从手盘来看的话呢 呃 标普 标普啊 这个呈现出一个 十字星的一个手盘 那么 说明今天的整个这个行情 是围绕着今天的开盘点位 1851点 呃 这个点位附近呢 上下进行了一个一个震荡的一个节奏 那么整体上来讲的话呢 我们看到从纳斯达克指数的话呢 是按照一个低开高走的节奏 呃 收盘的时候呢 盘中的反弹还是不错 因为我们今天开盘的时候呢 是在开盘的30分钟之内就看到了一个 一段非常不错的一个反弓的行情 那么这个反弓行情呢也是给我们这个为之意料 那么但是尾盘的这个收盘呢 并没有说给我们太大的一个惊喜 那么整体上来讲的话呢 可以说这个我们昨天看到这个主力点位啊 是1870 那么今天呢 刚好在这个上方的这个1869附近呢 就看到就看到这个空头在打压了 说明呢 这个空方也是按照这个技术面来进行一个干预的 而且呢干预的话还是比较比较激进啊 没有到因为多方呢 如果说反弹要是要是兴奋的话 处于用兴奋或猛烈的话 我们会可以看会可以看到 他应该是超过1870 但是呢 没有说明了整个这个空方 还是介入的比较 还是说介入的比较积极 说整个这个盘势啊 并不是十分的乐观 那么我们多方来讲的话呢 仍然是围绕着这个1810这个点位啊 进行一个一个攻防 那么短线上的话呢 今天的波动 刚好在这个昨天的一个波动的区间之内 今天就没有超过昨天最低点 今天最低点呢 是1830 昨天呢 是1827点 就差三个点 那么整体在讲的话呢 还算还算能说得过去 那明天呢 我们还是可以试着继续的关注一下 再一次的反弹 因为我们今天 如果说市场要真的从目前这个点面反弹的话 今天可以说应该算是一个测试性的一个 一个上探 那么明天的话呢 美联储的这个主席耶伦 要有话要讲 我希望的话应该是 从目前这个整个盘势来讲 对他和这个整个这个美联储的各个议员也好 他们都应该看到目前整个市场的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了 国际形势是怎么样的 那美国形势又是怎么样 我认为他会即使没有推出任何的一个这个措施的话 他也会用一个非常委婉的一个措辞来这个给市场进行一个提气 因为呢我们今天看到了他仍然是有一些这个措施吧 就是可以这个提振这个市场看一看到时候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市场到时候反应如何 但是杰老师其实去年五月份的时候中国经历了一轮股市 就是今天白宫也发表了说话好像白宫 但是美国其实自一九二九年以后就放弃了国家对于股市的一个关系 包括美国的民间就是这次大选当中反映的一个民意 为什么要拿纳税人的权去救华尔街的股市 因为股市犹如一个公开的赌场 一个上市公司的股票的一个较量 股票市场通过股市的融资吸收民间的资金 但是他并不代表一个实业 因为一个国家的话是要看你的这个整个的就业的情况 制造业的情况 不是以华尔街来做根据的 所以我觉得股市的下跌对美国的就是说中产阶级 甚至以上的阶级是一个财富的掠夺 因为已成的人民是不参与股市的 但是他们算整个全国的population的大部分 然后我的意思就是说美国政府其实不是特别关注这个股市 而且这个股灾的话也是 我觉得你可能认为这些政府要来干预 其实政府并不会真正的去说做任何的东西 而且坦白的讲 美国政府本身就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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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战的大佬 他就根本没办法 我觉得这一轮下跌了已经无可吻合 今天在VIP也有人感慨的说 做空要比做多舒服太多了 对 大家看这个迪士尼 我今天92块2毛1做空 93块钱买了ports 盘后业绩一公布 哗拉到95 但是随后跌到86 基本上可以说整个市场已经信心淡尽 这个时候我们作为散户该怎么办 是作为希望潮反弹呢 还是说就是不断的去做空 今天油价大家可以看到已经跌到27 应该是说今年的一个低 再跌破的话可以是说十几年的一个新地又出来了 但是大家看Barrons的这个cover letter cover article就是一个封面杂志 他们认为油价先要跌到20才会反弹到这个40 他们说这个今天美国的能源国际能源组织 他公布的这个inventory 待会四点半其实已经公布了 在这个存货很多很多 吴亿统创造了纪录 是 那我觉得中国的情况也非常糟糕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世界可以说默默黑 我不排除 而且日本股市昨天 我看这个股指期货就是看到 没多久就下跌了 我说这不可可能啊 昨天这个反弹非常凶猛 但是可以看到昨天的领头军 Examobile Chevlon CVX 今天又是暴跌 然后像Home Depot 今天是领涨的股票 但是这种 我觉得Home Depot你有什么花头 就是背后院做点装修啊 这种股票来讲 它需要就是现在 我觉得高盛啊 大家都从处一种恐慌的心态 呃 我觉得 现在唯一能救股市的就是 也人早一点出来表态 早一点采取出是进行负利率的一个 但是这一波涨完以后 我不是说 我同意杰老师的观点就是说 下跌东东一定会有一个反弹 而且这个反弹非常猛烈 那这个猛烈以后呢 它还得下跌 因为我觉得 呃 我们要注意黄金 因为我这一本这个Kindle书里面讲到 嗯 呃 这位德国作家 他说认为黄金应该reset 如果黄金涨到八千块钱 全球的货币 全堆住黄金的话 那可以解决 今天黄金的表现还是OK 一千二百点 我正为主力点 它是不一定会过去的 但是呢 它会盘整以后 继续向上 VXX TVX 全部在压力点 所以我昨天有位 呃 我的客户啊 写email说 我问你这次千万别错过机会 去年你错过了很多次机会 我们来回坐电车 三思跌到十二 十二又反弹 呃 我也跟杰老师 昨天看了这个整个的 那是S&P5 就中线 其实 如果我们按照均线的 金叉死叉 就是十周均线 穿越三十周均线 去年五月 已经明显的 就出现了这个信号 十月份 再来一次 然后下跌 这一波下跌 为什么 我的意思就是说 跌的那么猛 主要是 去年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顶 所以我觉得这个股市 已经基本上没有救了 呃 大家呢 该撤退的撤退 该买VXX TVX 比如说我有股票 很多人说 我有41K 我现在10K 呃 41K 还有那个Mutual Funds 我该怎么办 你要买VXX啊 你要买DWTI 你要买所有的繁载股票 嗯 这样的话 你股票跌 你的繁载涨 这样平了 如果你股票涨 反涨跌也OK 至少你10个% 基本上能够稳定了 你再不稳定 也许就会暴力 很多人说 你怎么看明年 今年的下半年股市 今年下半年 从一个长期角度 正如杰老师说 如果野伦出来讲话 进行干预 进行更多的量化宽松 那我觉得今年股市会反弹 那明年还得继续受压 因为这个经济啊 通过八年的一个大的量化宽松以后呢 也就这样了 也就是说 这个整个的经济情况不是说特别的好 美国的GDP也没有回到4% 也没有出现任何的通货膨胀 中国的问题是让我们非常担忧的 但是中国是不断的掩盖很多问题 拖延很多问题 所以他的这个感冒呢 并不是马上就呈现 他会隐藏一段时间 谁都没有这个水晶球 所以今天Solar City 我很崇拜这个金奇诺斯 他是华尔街著名的大空头 他在去年 他就说过 这个股票有问题 Solar City SCT1 当时CEO跳出来 说我们没有问题 然后Tesla的老板呢 自己买股票 直接把股票打到 从26块直接拉到60几块 今天是18块钱 在到62块钱的时候 金奇诺斯怎么说的 CNBC跟他说 你觉得怎么样 现在空头 他笑了一笑 他说我希望能够借到更多的股票 我还要做空 我加倍的空 这个完全和我们散户的操作不一样 对 他买一个仓位 他是把这个公司研究透了 这个金奇诺斯 曾经在2000年2000多年发现了英朗的这个败局 OK 就是英朗从一个很大的公司变成零 所以金奇诺斯非常有名 那么对于人民币的一个打击呢 都是来自德州的两个对冲基金 他们已经把中国的人民币彻底看透 我觉得 我们不需要去掩盖很多问题 而是利用这些问题去赚钱 对 我赞成你刚才所说的那句话 就是不掩盖问题 我们去用这个问题赚钱 我这个非常欣赏 我也觉得整 但是呢 我觉得目前来讲的话呢 市场啊 这个美联储经过了这个六年的这个一番努力啊 从零五年到现在 所以说呢 我们也是走的比较忐忑 经历了QE1 QE3 如果现在的话 如果由这个市场上的一个 呃 一个 一个波动啊 如果说这个 这一轮这个行情 如果由这个调整 转为空头的话 啊 我是 我只是说由 目前来讲的话呢 我认为 从月线起来讲的话 仍然是 整体上倾向于一个 横向的一个运行 短线上的话呢 我们允许发生像目前这种的 下跌的这种行情存在 但是呢 就是我们目前所关注的这个1810点 如果说这个1810点 要是再破位的话 整个这个盘式 呃 就不是那么 就不会像我们之前所分析的 它是一个合理性的一个调整 它会由这个调整 转为一个空头节奏的一个 呃 一个方向去运行 如果说月线节奏 如果呈现出一个空方的一个运行这个调整的话 那我觉得后面那个行情还会 沃尔老师所期待后面的行情应该是非常大的 但是如果那段行情如果再大的话 我觉得 那整个这个整个这个就是世界啊都要回乱 哈哈哈哈是已经乱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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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因为呃通因为我们世界上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一次这个呃 以前罗斯福总统在229年的美国大萧条以后呢 嗯采取了一个政府的刺激就包括我去参观纽约的帝国大厦 它是当时的整个的一个历史的写照对就是古灾以后呢 这个罗斯福总统就投入很多建设 比如说这个造巨大的一个大楼 嗯嗯 记得我们的团队对呃波浪理论曾经也做过一个采访 对就是他们说社会上通常在一个经济萧条的开始阶段就是建大楼 中国上海建了一个大楼好像是天津的 然后在某一个地方又建了一个大楼大楼越建越高经济越来越差 嗯这是一个亏率 所以啊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呢有很多很多就是通过三次量化宽收 那也能再来一次量化宽收能解决问题吗 只是暂时缓和一下 然后后面的股市会 所以现在有人说股市到六千点 然后呢说这个中国 道琼道琼指数会跌到六千点 那呃呃呃我们这个刘思老师啊 这个他在节目当中说怎么好像他现在变成多头了 在08年这一段时间 他是一个死空头 但是是错的08年到后来全是涨的 然后呃现在他变死多头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哈 但是我觉得overall呃再做一次量化宽收也不会改变任何的格局 而且现在我觉得整个趋势越来越明朗 silicon valley 嗯哼 硅谷已经即将毁灭 呃你可以看到 我我个人认为link in 会是五十块钱的股票 呃像twitter 会是五块钱的 penny stock twitter 要报业绩 你每次说要收购啊 go pro 都是几块钱的股票 对呃所以我觉得现在是进入 这个泡沫的2.0 呃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机会 呃很多的包括像媒体公司啊整个的经济 都会因为我上次也到收购那天 周小姐嘛也跟我讲 你看我们silicon valley很丰富 哎呀咋没呀糊涂啊 我听说过了很贵很贵 哦对对在这个这个和两千年没什么区别 所以我们我觉得很快到四十块会维持非常长的时间 第三中国的问题绝对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稳定 中国的股票中国的股市最终可能是低于一千点的 因为整个的呃呃注册制的出出生嗯呃整个股票 它的价值是严重被高估的很多股票都是一百倍两百倍的适应率 很这个不无法支撑而且现在整个的资金已经进入了 因为中国去年我看到的这个问题嗯和我们两千年大康完全一模一样 就是钱太多了钱真的不知道怎么用那这是一个问题 这个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bubble没有被bust 所以啊就日本以后中国以后大家就拿我们这个作为一个案例吧 而且呃今天呢我们呃我的这个美股富豪俱乐部啊 今天早上的时候有一些哥们啊呃因为有有有几个哥们加我准备入伙 那我说就从两万五重新开始我得把钱提走 所以我今天把仓位全结了呃 呃结了以后今天收盘之前我也就炒小长这个迪士尼结果漏过了 这个更有肥肉的这个soul city 所以我建议大家现在集中火力做空 真的就是呃现在没有任何的fundamental的reason start goes up 当然会反弹 但是你把这个仓位放得远 比如说我们就说这个迪士尼吧 你买192块的puts 8月份很贵很贵 对是20块钱 但是你总会赚20%的 你不要说啊我做一个93的puts 你你你说Walmart 70块钱买puts买5月long termputs一定会赚钱 因为我我I don't care大家亏钱 你的411可以亏了 这个不是我的责任 这是你要问股市对吧 我的力量那么小 所以你不要很情绪 你你你诅咒我的钱亏啊 我所以你不用钱 你你亏钱 你赶快买VXX TVIX QID 这些做空的ETF来hedge你的position 我一直讲过 所有的股票你都得买保险 哪有一个开车不买保险的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 所以呃今天我的美股富豪 赚了15000块钱 今天有很多哥们跟不上跟不上 我觉得呃这个东西呢怎么说呢 呃这个超出货嘛 我们是希望能够赚钱 而且我认为今年推出这个美股富豪特别好 因为今年是一个就像我跟杰老师说 嗯我们以前真正做会做股票的人 厉害的人一定是做期货出身外汇出身 因为我们如果说在欧元或者日币上涨的过程当中 我们不是认错 就像我今天高色已经两次错了 我听他说欧元要跌到一块钱 结果我去做做空欧元 一块零八做一块一毛二止损 亏了一两千块钱吧 但是我也是也是心疼 但是就是得止损 这个外汇这个东西 奇货这个东西 你一定要很多人说奇货骗人的 外汇骗人的 为什么拿我们小散户骗呢 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太长趋势 如果你趋势是往下 你还是抄抄反弹 我不排除你是能赚钱的 但是问题难度很大很累 你看迪士尼我就笑着看他往下走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 第二呢 我非常感谢各位会员的全力支持 因为昨天的时候呢 我在这个节目当中说了 我说哎呀 今天有位 我们美股富豪 发了我八块八毛八 昨天晚上有一位哥们 给了我两百块钱 然后加入我们美股富豪俱乐部 哎呀让我感动死了 今天有一位女士 非常漂亮的小姑娘 给了杰老师给了孙老师 给了我三个红包 我呢少了八分钱 所以杰老师也很开心 好 所以我希望呢 呃就是大家呢 继续呃参加我们 因为我觉得这个美股富豪俱乐部 呃赶上了好时候 不是沃人厉害 而是说 赶生在好时代 就是说一个趋势的出来 对 有一本书叫Trend Follower 呃 这本书值得一看 嗯 就是有一些专门追踪趋势的 他们 就是在趋势不对的时候 他们就说来回震荡行情当中 他们赚不到什么钱 但是如果趋势出来 所以08年 去年的话 所谓是一个最被 华尔街政务的一个市场 因为没有趋势 嗯 整个的在横盘 所以坦白的讲 去年我也赚不到什么钱 最后可能亏了一千块钱 但是 我觉得2016年 一开年就是我想要的结果 所以我也希望在这个新的猴年当中呢 给大家啊 不断带来新的财富 杰老师还有什么 补充吗 那么还有我 我想要补充一下 今天如果您还不是我的富豪委员 呃 还没有加我微信的话 欢迎加我微信 然后指明说 我是通过美股富豪 看到这个节目 那我就送你一个红包 至于红包里面 多少钱 全是电脑 手机 直接啊 扫的 大家赶快 扫描 乌文老师的二维码 抢红包 大家昨天看到我在凤凰发红包 发了两百美金 所以这个红包一定不小 但是呢 就是你一定 第一不是加我微信的人 第二你得指明我在美股富豪 看了你的微信 对你美股富豪有兴趣 加你我微信 发红包 好 我感觉发红包的滋味蛮好受的 蛮蛮感觉蛮好 虽然只有给我一块钱九毛九 但是拿红包也很快乐啊 是吧 对 行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就到这里吧 那么明天啊 我们再看一下市场向上的一个挣扎吧 好吗 明天非常重要 美联储主席野伦将会讲话 我相信他的讲话一定会对市场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但是overall不会改变市场的一个趋势 这两天的行情有点让我感到意外 就是反弹乏力 有很多人想趁着这个野伦讲话 把股市拉起来 他拉不动啊 我以为你刚才所说的这个意外的话 是说市场没有按照你预期的那样 继续的往下去跌破1810点 这个肯定野伦今天是一个支持 但是下一周呢 呃另外一个支持的方 我觉得哈就是股市一定会跌到1600 因为到1600是恐慌的彻底释放 我们VIP现在非常平静 到了1600点很多人都撑不住气 就要骂娘 这个时候就是反弹 那我就把空头全部转回做多头 但是这个多头也是暂时的哈 所以呃到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亚马逊是385块钱 谷歌600500啊 这个 呃Netflix65块 啊我们再来说一下 Facebook 85块 这是我说的概念哈 到时候大家听说的对不对啊 嗯行 好了我们拭目以待 好谢谢拜拜 再见 再见